北冥有声 成哥恐怖屋附近 而且看样子 是来找成哥麻烦的 幸好成哥发现得早 在没有打草惊蛇的情况下 向西城派出所报案 十几分钟后 综合管理室的房门被推开 三个身穿便衣的男人 进入屋内 为首提着笔记本的 正是李三宝 成哥呢 让我看看你们这里的监控视频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李队将监控里的男人 和公安数据库里的照片 进行对比 最终确定两者就是同一个人 李三宝立马联系市分局 汇报了此地情况 双方沟通后 决定兵分两路 一部分人暗中观察 另外一部分人 在新世纪乐云周围布控 安排完毕后 李三宝才看向成哥 捶了一下他肩膀 笑了起来 好小子 你又立功了 不过 张鹏此人非常危险 你被他盯上 一定要小心 他重新回来的概率很大 我建议你 暂时不要待在鬼屋里了 李队收完后 整个综合管理处的员工 都有些不安 反倒是身为当事人的成哥 十分平静 我不在 小婉一个人 无法维持鬼屋正常营业 一旦鬼屋关门 张鹏肯定会发现异常 他那么狡猾 估计不会伤狗 那你的意思是 你准备自己在鬼屋里 充当诱饵 放心吧 只要他敢进我的鬼屋 我就能让他 有来无回 李队摇了头 想都没想 直接拒绝 不行 抓捕逃犯 是我们警察的事情 怎么能让你去冒险呢 我留在鬼屋里 是为了营造出一种假象 让张鹏误以为 自己还没有暴露 这样 他就会按照原定计划来找我 出现在乐园附近的概率非常大 也方便你们抓捕 这次如果没有抓住他 以后恐怕 我要一直提心吊胆的生活 毕竟 他随时都有可能回来 具体的抓捕方案 要和市分局刑侦队 商议过后才能确定 平安公寓灭门案 是他们负责的 我们西城派出所 只是从旁协助 你的建议 我会转达他们的 李队收起电脑 拨通了某个电话 和另外两个便衣 一起走出了综合控制室 等他们走后 徐叔才敢过来 小陈啊 要不你就听警察的 先出去避避吧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徐叔 你就别劝我了 诚哥看完监控后 又回到了鬼屋里 徐婉趴在防护栏旁边 看见诚哥从综合管理室出来 连忙挥手示意诚哥 并指了指作为上的饭盒 老板 今天是青椒炒肉盖饭 我趁大妈不注意的时候 多给你添了一勺肉 接过饭盒 诚哥看着小婉 最终没有透露任何和张鹏有关的事情 跟平时一样 大口吃完饭 开始了下午的营业 和往常一样 徐婉在冥婚场景中犯鬼 诚哥在外面卖票 不同的是 诚哥低垂着头 双眼不断在周围扫动 自从完成了黑色手机的几个任务之后 诚哥感觉自己的思维逻辑 都得到了断裂 人也变得愈发冷静成为 张鹏的出现 对我来说既是一件坏事 也是一件好事 就看要怎么利用它了 恐怖乌里 现在锁着一个来自镜中的怪物 这家伙能够自由穿行镜子和现实 可以说 只要有镜子存在 它就立于不败之地 诚哥漫不经心地迈着票 大脑却在飞速运转 赫山赫风连续被攻击 两人的遭遇都差不多 按照赫风口述 那怪物应该是准备进入他们的身体 替换掉他们的意志 或者是寄居在他们身上 现在暂时不清楚 怪物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是有一点值得思考 如果怪物进入了一个人的身体 它是不是短时间内就无法出来 这个问题 诚哥在跟赫风交谈时就发现了 但是他没有办法证明 因为用任何一个游客做实验 都是很危险的行为 他其实都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 可就在今天早上 张鹏出现了 在监控里看到张鹏的第一眼 诚哥就敲定了心中的计划 他准备把张鹏当作实验品 放入鬼屋 然后想办法让镜中怪物侵占其身体 如此一来 不仅解决了张鹏 顺便还能把镜中怪物给送走 一举两得 这也是他一直坚持 要留在鬼屋充当诱饵的原因 就这么办吧 虽然危险 但只要成功 就能同时解决掉两个隐患 下午五点多钟 诚哥把学晚叫了出来 让他提前下班 自己则开始在鬼屋里 准备各种东西 他要给张鹏安排得明明白白 五点半 李队又打来了电话 他告诉成哥 警方已经在乐云周边布控 只要张鹏出现 定要他插尺难逃 吃过晚饭 成哥就抱着被子 和碎炉医生套装来到了鬼屋控制室 他锁好房门 坐在监控前面 如果没有意外 他恐怕要在这里待一晚上了 随着太阳沉入了地平线 与白天不同 夜晚的新世纪乐园 一片死尽 成哥抱着被子 在监控室内蹲守 一直等到午夜十二点 该来的没有来 不该来的却来了 和昨天夜里一样 解割东西的诡异声音 从午夜逃杀场景里传出 一到半夜三更就开始闹他 这怪物是在向我示威吗 成哥将被子扔在一边 走到了门口 想了想 还是忍住了 没有出去找尽中怪物的麻烦 算了 暂且容他再蹦他一会儿 戴上耳机 成哥把父母留给他的布偶 塞进怀里 然后继续看向监控 大约凌晨一点多钟 在成哥都快要放弃的时候 监控视频里 卫生间的房门突然动了一下 有人 他一下子来了精神 紧盯着屏幕 没过多久 卫生间房门打开了一条风 一个手持二十厘米 剃骨刀的高手男人 钻了出来 这个卫生间 就是我第一次完成噩梦任务的地方 窗户和外面相连 他应该是提前踩好了点 在窗户锁上动了手脚 成哥淡定地看着监控视频 监控视的房门上了锁 本身位置还很偏 不熟悉鬼物布置的人 想直接找到这里 几乎不可能 此时屏幕中的张鹏 亲手亲脚 一手提着刀 一手拿着手机 小心翼翼地 在鬼屋长廊里走动 他丝毫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发现 还在群神贯注地 躲避着道路上的杂物 和一些不知用途的道具 足足耗费了十五分钟 张鹏才找到了员工休息室 他站在门口犹豫不决 胸口剧烈起伏 拿着刀的手轻轻颤抖 试着推了几次门 每次都在指尖碰到门板的时候收回 可以看出他内心很纠结 就这么站在监控下面 张鹏磨解了十几秒 才终于下定了决心 他举起尖刀 抓着门把手 深吸了一口气 猛然将门推开 好像看见了猎物的豹子一样 冲进员工休息室